新北市安家六林學士中心為了提供環保教育 在安康六林學士中心為了提供環保教育 邀請到出責達人和學校志願跟社區民眾 利用會期物品作成實用和美觀的生活技術品 和會期物有新的期待檢查提供主委的論會 安家六林學士中心為了提供環保教育 以及熱林的課程在安康六林學士中心 在安康六林學士中心為了提供環保教育 安康六林學士中心為了提供環保教育 也表示環保雄秀是目前全球相當觀眾的役底 因此特別要請到出責達人家的教育學校 會提供和相互的民眾 將辛苦比好地到會期物作成實用和美觀的生活技術品 像現在勇士校園很希望說 民眾可以多利用一些家庭裡面不要的廢棄物 或是一些紙張發揮創意來製作一些環保的物品 不僅可以響應環保 另外也可以讓生活藝術融入在居家生活當中 讓生活更有美感 將橘子棒後行不一樣的形狀後 經過綽號變成萬用可以收藏的垃圾 放在家裡可以收大大小的東西 不然來用又是用手著打鈴 但英明也說有很多家裡的人有勞工不適用的橘子棒 就能拿來各自利用向行環保 你放在電視旁邊搖空氣還什麼東西回來 放桌子上面 鑰匙還是零號錢的話放在裡面就比較不會掉去 我們這次盡量用回收再利用 你不過來玩好了 可以再做這個不要丟掉 這次的課程學員也表示 將會去買回收更在利用 是就是環保的方法這億 可以為地球的養殖心存進一分身來 而且這行手藝也算 也可以幫助運氣的中間 動腦動手幫助身體健康 這是個非常好的動腦又可以動手的課程 對於來這邊你可以訓練 就是可以讓你有充分思考的空間 今天做那個福克牌的花瓶 我們回家可以放個鑰匙圈 還有一個插花都很好用 第一次寫覺得很新奇 而且可以廢物利用 但因為也強調新手關納 還是用過紅包裸子包裝過的座 還是常常看到的福克牌 都可以優先更在利用 可以讓他們變成美觀的重視頻 而且希望可以透過一系列 的環保技術求責的課程 讓福克牌有很多借貸 減救助圓的浪費 記者陳曉誕先點報道